7月1号上午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25年来在祖国权力支持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时公认的成功 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 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高瞻远瞩与关心厚爱 令香港市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整体来说我就觉得习主席在这篇讲话之中 满篇都是爱护 爱识 触托之情 同时也都是为香港未来的发展 特别是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 和发展的难度 是作出重要信息量丰富的指示 无论是管治水平的提升 还是我们发展动能的增强 还是我们是为民排休解难 共建和系美好的社会家园 其实习近平主席都是实实在在 争争彻々为我们香港市民去考虑 我们真是觉得会有这一个好的主席 会有一个中国在我们坚强的后盾 以骄傲自豪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次习近平在国附近香港参加这个大陆 对我们香港市民来说 我们非常开心的 充分看到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 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瘟意识 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 就业 创业 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 有香港青年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让香港的年轻一代 倍感振奋与鼓舞 这次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青年人 青年性是香港性 然后他还提到了青年人的学业 就业和创业三方向 作为香港的青年工作者 根据习主席的伍托和期望 我们一定做好青年工作 习近平主席在篇章节目段 特别提到我们要关爱青年 关心青年 这一点令我觉得极为振奋和鼓舞 青年轻则国家轻 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青年人只要怀着一份爱国的心 好好贡献 服务社会 服务祖国 爱国爱港 我们青年人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好 当天 由习近平主席监视 李家超宣示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随后 由习近平主席监视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在李家超带领下宣示就职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管制团队 能为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再谱新篇章 我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的管制团队 能够发挥团队精神 切实提高管制效能 既要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也要保持香港的独特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我期望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 大力支持下香港政府和我们各界社区的人士 前置奋斗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质能够再普新天章 习近平主席对香港满怀祝福 寄予厚望 特别提出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 同时呢 在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的爱国的治港 要更多的爱国爱港人才进入政府 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对香港市民负责 习近平主席对香港未来25年的发展 以至长期的发展 寄予了这个充分的希望和信心 我相信在新界政府的带领下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